好下面我们来介绍如何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那么怎么说怎么称这个自己的数据库呢 也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实验室学习的时候 你在你工作的那台电脑上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 但是有一天你工作的电脑系统崩溃了 你要从重做系统 那么你花了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一年两年时间建立的数据库 怎么办呢 难道就那样眼睁睁看着它消失殆尽吗 那么你肯定不甘心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介绍一下 如何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你可以备份个一到两份 那么当你在重做系统重新安装 N1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你备份的数据库 即可 好那么它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就是首先 在你 安装完这个 安装完N1的时候 它会带一个 这样一个 样力数据库 那么你首先把它关闭掉 就是这样一个数据库 我不要了 然后呢 我们新建自己的 好这个不管怎能下吧 这个 新建自己的 那么你就选择好 你的保存路径 你就可以保存到你文件 就是 电脑当中的任意一个位置 那么你可以选中 地盘 像我这样 建立一个 这样一个文件夹啊 也就是说这就是我的 数据库 你可以在里面再新建国件夹 建立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再建立一个 样力二 那你点击保存 就可以了 它就会 出现像这样一样的一个 数据库 那么我再就不再这个 新建了 然后你在新建数据库的同时 还要选择 啊 这样一个 选项 复制 还是移动 如果你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我建议最好 选择复制或者移动 不要做 不要选择这个下面一项 不做任何操作 操作 那么这样的话 你你就会 在你 这个 重装 重择系统 重新 导入数据库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找不到复件 因为它复件存储的时候 是用的一个 是用的一个 相对路径 如果你把 提录的名称 也就是数据库的名称 和你的 这个 复件 保存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也就是它这个相对路径的话 就会 很容易找得到 就是无论你 把这个文件夹 靠到哪里 它是都可以 打开数据库 并且 自动连接到你的复件的 正因为这个 所以我们要选择 选择前面两个选项 复制或者移动 因为刚才我们建立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就选择了复制 好 那么你 在这个 建完数据库之后 你进行一些 前面前面的操作 就是 导入 天有提录 还有就是 从网络上下载提录 下载全文 进行手动更新 自动更新 来实现你 数据库的完整性 那么当你的数据库完整之后 你就可以 可以通过 通过U盘把你这个数据库的名称 文件夹 就是统一备份一下 然后你可以 复制保存 你的一个盘里面 然后 靠到另外一个电脑上 你就可以通过利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去打开 去打开数据库 去打开数据库 来 实现你数据库的移动 那么就选择打开 选择数据库 找到你 备份的数据库 所在地址 那我们来 这样一个 那 这就可以 实现了这样一个 数据库移动的功能 那么也就可以实现 装系统也无忧 你就不用发愁了 好 那么我们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就简单介绍在这里 以后有具体问题 我们再具体交流